美豬阿嬤你好 你好 先跟我们讲一下你们20年前怎么开始经营这个民宿 刚开始那时候我在上班 在外面上班 在工厂做制衣厂 那时候先政府辅导民宿 辅导民宿 然后我先生也在上班 就是说我们之后我们对民宿有兴趣 家里多的房间 那时候是说政府有多的房间可以作为民宿 有亲戚朋友来就可以住这样子 那时候民国八十年的时候 所以你们本来就有这块地这个房子就对 房子不是这样子的 我们是刚开始是后面那边 就慢慢整理的 这就后来就慢慢政府辅导之后 我们就慢慢有一点就做一点 有点做一点这样 以前生意比较好还是现在 以前生意比较好 比较好 就主要就是 人家外地的人很喜欢来山上 为什么会生意比较好 因为前面人情会比较浓 一些外地人喜欢跑山上住宿这样 可是这个游客多了之后是不是他的需求 你们就要一直增加 对 然后这个游客就是回游客啦 就是就变成说好朋友啊 他说建议说你这边要怎么做 要怎么改善啊 我们都有放在心上 后来就慢慢慢慢就慢慢做慢慢经营这样 好那后来是怎么样面对转型然后加入咖啡 那时候我的女儿是是 她是在外面在日本做事上班 带队还在那边上班 后来可能是在外面久了 刚好我先生过世了 他主要就是说要回来要陪老人家 他就回来刚好 他回来台湾的时候 然后我们县府有上课有专门给我们原住民部落 给个咖啡的课程 我建议他去上这个课程 他上了之后他就变成很有对咖啡很有兴趣 他从那时候开始他自己就是常常去上课啊 只要有原住民部落有有关咖啡的课程 他都会去上 然后他在外面也有开有连那个加盟 那个85都西联手店在那边也是做咖啡的 那他有影响到你吗 你现在自己喝咖啡吗 我我本身也是喝咖啡啊 我也是很喜欢喝咖啡的 对就是因为我喜欢喝咖啡 所以我叫我女儿说 你可以去写咖啡看看 让我们这个梅花山都看能不能转型 现在经营应该比较辛苦 就竞争也比较多嘛 然后又有疫情 对现在竞争力比较强 因为现在变成说 啊露营客也很多 啊还有山上有很多 也有开开什么餐厅啦 都有这竞争力是比较强 这几年这两三年就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我们的生意就比较 比较辛苦的做啦 可是客人会回流应该是 你们的这个跟他对待的那种 同理心跟亲近感 会让他想要再回来 对对对这没有错 嘿因为我们就是客人的感觉说 来到梅花山庄 等于就是回娘家 回家的感觉 所以他们就会 不断的给他们的朋友分享 呃分享说 哎梅花山庄是一个好地方 就是好像有回家的感觉 所以我这样子 就是有回旅客这样的 满多回旅客的 因为他上来真的还是需要一段路 对不对 所以真的要特别熟悉的熟客 才会愿意一而再再而三 一直来 之前我们这个路 真的是很不好 是水泥路啊 后来政府就有帮我们铺水 呃铺油路啊 就我觉得现在路还不错 客人有的时候 哎路还可以 还不错啦 还安全方面还可以啊 那这20年应该自己很有收获 感谢啦 还是客人的反应还是不错啦 所以就是因为反应客人很好 所以我们就是不断的在改进啊 啊 不断的在改进啊 啊现在女儿 因为我先生过世以后 他我身体也不好嘛 我有糖尿病 所以我女儿说那我就 我都我说你有有有 有医药来转型的话 那我说这个给你们 给小孩年轻人做就对 给你们年轻人做 因为方面我年纪也大啦 啊老公也不在了 所以变成我会比较累 所以我女儿也很愿意 回来 呃呃来做咖啡 之前是餐厅嘛 他专门做盒菜快炒 哦那很累 很累哦 那是很累哦 哦然后他因为他对咖啡 比较有 比较有兴趣啊 他就重新重新整修过 因为开20多年了 盒菜的装潢跟那个咖啡的装潢 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 啊我们的民宿也重新也整修过 因为都有些坏掉了 呃然后看餐厅也是有些也都坏了 我女儿回来他就重新整修过 啊他现在就是德优精品咖啡房 嗯 他是登记有有那个的 阿嬷是泰雅族人对不对 对我是泰雅 我是新竹 我们是新竹泰雅族人啊 嗯 嗯 那你怎么看现在这个观光 跟这个传统的一个冲击 有时候为了观光啊 很多这个传统习俗就会被忘记 对不对啊 你是这个经营业者 你应该最有感觉的 我们现在是尖石像这个 全台湾最多的 不要说尖石像 全台湾的录影期 就变成已经被同化了 对不一样 对就被同化了 没有像之前我们刚开始都 就是像我们刚开始的话 我们还会如果有客人来 我们还叫我们部落的那个 跳舞的 迎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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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还会迎接客人 欢迎他们来 对表示说欢迎他们来 能够来部落出游这样 现在的话比较被同化了 比较没有像之前那样的感觉 对因为以前观光客稀少 你们就会很关于 现在观光客太多 反而造成一些困难 像我们梅花 像我们这边的基尼模式刚开始的时候 只要有一客人 刚好我也是梅花村 那那个时候也是我也是带队那个跳那个 我们演住民迎宾舞 带头跳的 对都是带我们那几个梅花的女性啊 演住民的部落也是喜欢就是来认识大家 来迎宾就是来欢迎他们这样 我们刚开始的经营模式是这样 因为以前可能道路也不是那么顺畅 所以客人难得来就很欢迎 对所以他们真的他们的反应真的非常好 那现在道路太好了 反而游客太多 不是因为现在录影就太那个 太盛行 太夯了 就变成说童话了 阿嬷你住在梅花村 从嫁过来到现在应该四五十年 有有有四十多年了 有没有看到梅花村的一些改变 有我们梅花改变很多 不管是产业啊道路啊 还有我们的生活啊都有改变啊 政府对原住民照顾还蛮多的 我们政府是是真的很很关心我们原住民部落 尤其现在有有设设很多什么文件站啊 那你有去跳舞吗 长照我也是在文件站啊 你有去跳舞啊 我们就去运动啦 去那边运动啊 就是去把这个脑要动一下 不然会老人痴呆症啦 最主要是这样 对啊而且他还有推一些共餐嘛 都有有有有 那边还可以顺便吃午餐啊 对对我们就是吃饱了 我们就就回来了这样子 对这一点是也是真的感谢政府 给我们给我们的部落 关心我们原住民部落 对啊而且现在交通医疗各方面都改善 而且也很照顾你们心灵上的层次 就是只有把人照顾好啊 心也很重要 所以有很多才艺课 对对我们都是也是去母语啊 学母语学跳舞啊运动啊 还有一些手艺啊那些 我们都有编织啊我们都有啊 都有在都有在写啦 好最后这个梅珠阿嬤 你现在已经是阿祖 就是世代了 对对阿祖 你要不要讲一下 你对你小孩有没有一些想法 他们的未来是有什么发展 你你有没有想过 包括你的等于真孙哦 其实我的小孩子是不用我担心啦 因为我的小孩子 都有他们 他们是工作狂 不会像一般的就是说懒懒的专门喝酒 他们不会 他们是有工作狂 他们有他们自己的失业 他们的家庭都会教育的孩子都很好 不让我担心 这样子所以我过的是很幸福的家庭 这个教育的话早期是你管的比较多 还是你先生管的比较多 因为这个教育一定是一代要传一代 我管的比较多 以前你管比较紧 我对我的子子孙孙管比较严格 我先生是读书人 读书人他是红纹镜的 坏的都是我在座 你就是黑脸 他是白脸 所以不错我孩子都很乖 孙子都很乖 我也是刚儿童 这样 对啊 可是有时候小孩还小的时候还是要稍微严格一点 对不对 那等他稍微独立一点才可以放手 我非常的严格 你到几岁才开始不管小孩 我现在还在管 你不能说我老了就不管他们 我管他们是主要是关心他们 关心他们 第一个血业 第二个要孝敬父母 我们要心存 我们的心一定要善良 善良 作为一个实实在在的人 我的教育方式就是这样 那你会强调你们传统的泰雅文化吗 对这些小孩教育 我觉得我把孩子他们的教育好 还有家庭顾好 家庭好就好 因为时代都一直在改变 传统文化有时候难免就会比较淡 也不是说比较淡 当然我们是原住民 可是我们是有宗教信仰的 我们是宗教信仰 我们是比较注重我们的信仰方面 我们美花就有很多教派 很多 所以这是个人的信仰 所以你个人也算前程 应该算是 礼拜天一定会去做礼拜 对我是上礼拜六的 我们是礼拜六上教会 好最后阿嬷讲一下你一天的作息好不好 因为假日当然一定比较忙 那平日的话你都怎么样规划你的生活 我的生活习惯很简单 因为可能是年纪大了 睡眠品质比较不好 比较早起来 我早上差不多四点就起来 四点多 起来就看一下圣经 然后有时候我六点就去走路了 过去爬爬山 就是我们走这一条路 一直走走下去下面那个部落 要转弯那个塔山那边 我就下去回来刚好一个钟头 我一个礼拜差不多走三天四天 我生活习惯是怎样 还有一段路 来回三公里 来回三公里 吃东西有特别的讲究吗 吃东西不会说很讲究 当然我们也是要很注重营养 因为年纪大了 没有弄一下养生的话 体力就不好 很多蔬菜应该都自己种 这个买很不方便 我大部分都是去炒野菜来吃 所以我早上运动回来 我就在路上一边走一边采野菜 一边采野菜回来就吃早餐 最多的野菜是什么 我们这边有很多种野菜 看起来都一样 没有像野生的A菜 还有野生的同好 还有飞机菜 都有沿路上 沿路上你就看到四五种野菜 所以我大部分都是一路上采采 就回来煮当早餐 我的生活简单就这样 那这样晚上你应该也很早睡 晚上 反正晚上差不多十二点睡觉 十一十二点睡觉 这么晚 四点就起来 那你中午就一定有休息 所以我中午会睡一点 我只要有蜜一点就很舒服 所以今天被我叫起来受访问 还好好谢谢你 就阿嬷讲一下 那你假日能够怎么样协助女儿 假日的话 因为我们都是网路平台 对都订好了 我们都已经订好了 我们就客人说 因为客人来 我们都讲好说哪里哪里 他们有的是自己会去 我假日都 我礼拜六都一定上教会 女儿她忙的话就没有办法上教会 就再 那等于你假日都放手了 我就放手啊 我都没有在管啊 就是说需要我帮忙的时候 他们说 妈妈帮忙一下 我就来帮忙 我都放手给他们做 让她独立就对了 对 就让他们做 所以假日变成你的休息日 就是教会日 对 我都会上教会 带孙子啊 孙女上教会这样 那你带她去 你会教他们读圣经吗 会啊 他们会放圣经啊 对 就被你影响 对 家庭教育还蛮重要的 对 就你的习惯就会影响到他们 对 是 没有错 没有错 好 谢谢我们阿嬷 谢谢 谢谢 谢谢